第一次無人機空戰發生自禁 不夠兩年的時間 無人機之間的戰鬥 已經發展成烏克蘭戰場上的一個新的作戰領域 烏克蘭的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 已經開始擊落俄羅斯偵察無人機 烏克蘭政府正在推動一項被稱為勇敢一的計劃 只在加速實現新技術成果應用 將好的想法快速變成實際作戰能力 並令它在戰爭中產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影響 其中就包括了開展無人機之間的前鬥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人類歷史上的首次空戰 是飛行員用手槍互相射擊 之後很快大家就將機關槍固定在飛機頭部 形成了最原始的空中格鬥形式 而今日 無人機之間最初的戰鬥 似乎比當初人類飛行員的首次空戰更加笨 但是無人機空戰的進化 要比有人駕駛飛機快得多 如今在烏克蘭上空 無人機之間的戰鬥 可能很快將演變成一種新的作戰模式 2022年10月13日 烏克蘭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主持人 謝爾希·普利·圖拉分享了一段視頻 顯示一架烏克蘭無人機 撞擊了一架俄羅斯無人機 導致後者墜毀 這是已知的無人機之間的第一次空戰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廣泛使用偵測無人機 進行情報、監視和偵測 引導炮兵火力 甚至直接攻擊對方的裝備和陣地 這就令干擾或擊落敵方無人機 變得至關重要 也非常勒手 原因是這些無人機 通常比防空導彈成本低得多 而且數量巨大 最近 小型無人機攻擊對手偵查無人機 甚至有人駕駛飛機的案例 開始迅速增加 甚至可能形成一種全新的作戰模式 小型無人機成本通常在數千美元以下 也很難被發現 用它們代替成本超過幾萬 甚至幾百萬的防空導彈 顯然是一筆化算的買賣 今年4月 烏克蘭呼籲開發無人機攔截器 它們的要求很簡單 系統能夠接收雷達等 外部傳感器提供的有關目標位置 速度和方位信息 並能夠利用無人機發現 最終並自動攻擊目標 它們攻擊的目標 包括飛行高度5,000英尺 速度在每小時60至100英里的各種無人機 特別是俄羅斯的 Olan-10、Zella和Supercam等偵察型無人機 雖然現在的防空系統 可以輕鬆擊落這類偵察無人機 但Olan-10的成本只有大約10萬美元 而獨次地對空導彈 每次發射成本約為50萬美元 顯然烏克蘭不希望大量消耗 這類相對稀缺的地對空導彈 而是想利用它們交換價值更高的空中目標 像大型固定翼無人機 甚至有人駕駛的飛機 以應對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脅 這就催生了勇敢一計劃 它們的招標書稱 需要找一種解決方案 在不浪費有限防空資源的情況下 擊落敵人的無人機 在首次無人機之間的決鬥之後 類似的無人機前鬥就開始迅速增加 有些似乎是偶然的遭遇 而有些則可能是在整體戰場指揮控制的幫助下 實施的有計劃行動 今年5月以來 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一系列視頻 反映了烏克蘭邊境部隊 利用FPV攬截俄羅斯偵察無人機的畫面 顯示了烏克蘭FPV跟蹤、追逐 並擊落俄羅斯偵察無人機的過程 包括Sella和Orland-10等中短程偵察無人機 Orland-10是標準的炮兵偵察無人機 用於定位目標或對目標直接發起攻擊 Sella則是和紐葉刀神風攻擊無人機 配合使用的偵察無人機 如果沒有這些偵察無人機 俄羅斯火炮和紐葉刀無人機操作員 就無法瞄準同擊中目標 偵察無人機被挫敗 對於嚴格依賴炮兵火力的俄羅斯部隊來說 是一個嚴重打擊 通過FPV傳回來的視頻 只能從操作原視角勉強看到無人機前方的畫面 無法判斷這些無人機自身攜帶什麼類型的武器 但從最後一刻的攻擊畫面判斷 應該是利用撞擊、攔截或摧毀對方無人機 更多影片證實 有些行動並不是孤立事件 它可能反映了烏克蘭戰場發展的一種趨勢 這個對俄羅斯來說 可能是令人震驚和恐懼的 俄羅斯部隊也開始使用FPV 對抗烏克蘭的巴巴雅加耶間轟炸無人機 後者體積更大 飛行速度和高度也更低 而偵察無人機就不容易攔截 這些無人機飛得更高 速度更快 需要更多情報支持、協調和組織計劃 才可能成功攔截 利用小型低成本FPV取代防空系統的部分職能 並直接影響對手進攻能力的作戰方法 已經被證明是有效的 烏克蘭很有可能會快速擴大這種能力 儘管尚不清楚擴展這種能力的技術障礙有多大 也不完全清楚這些能力的擴展 會影響到哪些戰術方面 但可以肯定 用價值幾千美元的FPV 交換成本、動輒少萬美元 甚至更昂貴的各種類型的偵察無人機 顯然可以起到撥動戰場太小的槓桿作用 固定翼偵察無人機對於雙方來說都是稀缺的 無法快速更換或補充 這些偵察無人機現在面臨被低成本FPV擊落的威脅 這個可能足以迫使他們轉移到 來前線更遠的安全地帶開展活動 但這個也將嚴重降低他們可能在戰場上發揮的作用 最近的影片還顯示 烏克蘭的FPV在前往目標的途中 攔截了俄羅斯的紐葉刀無人機 這種執行自殺任務的遊蕩無人機 相對於一般的偵察無人機 觸到更快也根據時間敏感性 一架無人機如果能對這類攻擊型無人機進行攔截 則表明烏克蘭無人機部隊 已經具備了必要的外部傳感器、指揮控制 以及無人機操作員和戰場信息系統之間 進行信息交換的能力 說明烏克蘭部隊至少已經初步形成 具有協同作戰能力的戰場信息系統 並能在作戰中發揮作用 專門製造的攔截無人機並不新鮮 像美國福藤技術公司的無人機獵手 美國安道里爾公司的Anvil反無人機系統 和路跑者小型無人機 以及雷神公司的膠囊無人機等 都屬於專用的反無人機系統 但這些無人機都是比較昂貴的高端產品 這令到他們的數量受到限制 他們往往更適合攻擊 如伊朗沙克德無人機這類目標 俄羅斯通常用沙克德無人機轟炸烏克蘭城市 低成本FPV作為反無人機武器 可能會改變烏克蘭戰場遊戲規則 而且這類型的反無人機武器 針對的目標可能不會止暴於偵察無人機 烏克蘭FPV部隊 曾經嘗試追擊一架俄羅斯武裝直升機 但並沒有成功 影片中至少有兩次失敗的嘗試 說不定未來的某一天 速度更快 且具備自動引導和路線規劃能力的FPV 能夠成功擊中武裝直升機 這種風險同樣會迫使俄羅斯飛行員 不敢靠近前線 這可能比擊落幾架直升機造成的影響更大 如果烏克蘭能夠規模化 這種利用無人機難節的作戰手段 可能將這些影片中發生的事情 擴大到每天發生100至200次 這樣俄羅斯軍隊 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中 從進攻轉為防守 而且可能沒有機會再次從失敗中恢復 今天的話題就說到這裡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下次節目見